大飛翰天 今天都相當順利 來到4點半錄到第9條 又做了這個國際大棋局 成功的啦 成功的啦 昨天的數字追不回 但是呢 本來本來想著今天開一個直播的 可能 明天就要開一個直播的 每天都比較生意淡薄 在這裡招呼貴客 希望在這裡 明天正正式式 在星期一之前 做一個直播 做了我的 所謂的 會員Patreon專享 國際大棋局啦 接著又要錄 《香港人說不原的故事》啦 希望下個星期可以順利 完成我的《不三不四》 迎接新同事啦 因為網台來到這裡 不得不改革 也都想辦法找出路的時候 《政治之母》能夠做多久 我真的不敢說 但是依然頂住 所謂的頂住 就是繼續說 是不是 維護新聞自由 最重要的就是報導新聞 維護言論自由 最重要的就是你繼續說 這個是很多以前的前輩 他們做網台的時候 他們告訴我 今時今日 也都得到真真正正的引證 中國 現在基本上 所有的戰艦 所有 我們的海軍 不出南中國海 不出南中國海 不是不出南中國海 是沒有辦法 離開南中國海 因為在印太地區 已經將中國全面這樣封死了 不管你是什麼 即是說 的條件 基本上 現在中國的戰艦 是沒有辦法 可以去到遠洋去作戰 不是你不行 而是人家不給你出 中國團結了整個印太地區 你看到韓國就知道 以前韓國 你看到文在寅 去到見到金正恩 差不多跪下 見到習主席 踩上鞋底 殺德系統 可以自揮武功 直接這樣不用用 也都承諾了第三台 殺德系統 不會裝 但結果 你三星 你的汽車 你的一切韓劇 金韓令就金韓令 打閘就打閘 封殺你就封殺你 跟著你又見到朝鮮 我是要放飛彈放導彈 要明白首爾的地理位置距離邊境只不過是40公里 即是說一個大大些的火箭筒 就這樣射過去 那你說韓國過去的綏靖政策 文在寅 或者再之前的李文博低聲下氣 到今時今日韻石月 為了自身的條件 我們受威脅 那怎麼辦 喂 習近平主席幫幫忙 結果再射兩顆飛彈 這樣不得不 就是跟日本結盟 將過去100年的仇恨忘記了 然後跟日本互相諒解 達成共識 那當然後面還有一個操盤手 那個叫做美國 為了自我防備 韓國不惜這樣 跟真真正正的中共在那裡翻臉 在抹網根 菲律賓借出四個軍事基地 直接進入去最接近台海 更加對的就是在南海上高 被美軍可以在這裡封殺著中國 當然還有日本 日本四百支的戰斧巡航導彈 百幾架的F-35B 已經佈防 重要的當然還有一隻核動力潛艇 攜帶二百四十枚的核彈頭 震懾北韓和中共 這個已經成為了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 當然你看到王毅 見到秦剛他們馬不停蹄 在修補當中 但是你的戰狼外交 一點都輸人不輸陣 在這裡你看到日本 日本走上台面 由以前的相對溫和 就是油泡琵琶半遮面 含羞搭搭 你們不要搞了 不是我來的 結果來到今時今日 怎麼樣 直接支援台灣 更重要的是打擊中國之心 就是亡我之心不死 為什麼 因為它正式宣佈了 在石門島 宮古島 上高報防 愛國者導彈 人家問 日本 你搞錯啊 你在這裡這樣的 這裡報防 愛國者導彈 她說得很漂亮 她說以防 就是北朝鮮 和南韓開戰 這個是作出一個保護網 就是慎防 北朝鮮的飛彈 就是金正恩 但是事實呢 宮古島 宮古島 石門島 距離朝鮮 距離韓國 是2000公里 但是它距離台灣的高雄 是110公里 那這個愛國者導彈 實際上 用途上 基本上 哇 這麼多上的 就是直接瞄準中共對台灣的威脅 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台灣有事 世界有事 來到這裡 日本正式可以宣佈 就是已經 原封中國 中國 的海巡船 中國的戰艦 你要離開 或者你要遠洋打擊的 基本上做不到 這條這樣的完美的陣線 已經畫了出來 不單是日本 這一種的軍國主義 或者這種戰狼 在軍事力量上 已經浮現了出來 當美國 他評估中國的 所謂的叫做 無敵艦隊 航空母艦 遼寧號 山東號 或者未來的福建號 他們基本上就是樣板 是宣傳機器 不堪一擊 講到這樣 跟著日本跟進 日本更厲害 日本就講到明 只要你的航母一出擊 就即時擊沉 就是當你是豆腐 你看到我笑 當然是笑 太小看我們中國解放軍 我們一出 你們就能夠擊沉 事實上 我們的遼寧號 現在作為秘密武器 我們收了半年了 不讓你們知道 我們加裝一些新武器 到時候你就知道 我們只不過說 我們的甲板 碎裂 無法修補 是騙你們的 一看 日漢 菲律賓 甚至接下來的泰國 我相信泰國的女兒 就是泰阿信的女兒 一定會當選 巴鈺不得不交出政權 其實整個印太地區 真真正正改變的 就是由 泰國這一場選舉 很多人叫我講一講 我打算星期二 星期二講 星期一我有一個特定節目 就是中國三條紅線 就是說跟世界的三條紅線 三條神器 由紅線變成了紅地毯 那 是的 是的 希望 希望 節目會做得更加好 更加多論述 跟大家講一下 即使你們不認同 我都是照做的 日本是上了台面的了 它已經成為了 中國跟中國硬碰 最主要的 也是中國最主要的對手 其實 在幾年前我已經講 真真正正威脅中國的 並不是美國 其實就是日本 這對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老對手 當然 換了人 當時是中華民國 現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是 你看到 中國的戰艦 會不會變成了北洋水師 現在日本仔直接告訴你 你所謂的叫做 航空母艦 一出來 我就打沉你 不知道解放軍怎麼想 但是在這個時候 竟然我們的 航母支付 貪污52億 還有夜夜生歌 每一晚都有不同的美女陪侍 你就知道 贏輸的關鍵在哪裏 節目做到這裏 希望大家Like 追蹤Share 訂閱科金看廣告 可以的話 分享給大家 也可以加入會員和Patreon 讓大匪有一個穩定的收入 我們拍那兩條片 如果不知道的話 可以看看那兩條片 更多的就是 請大匪喝杯咖啡 接下來這個月 網台會 改革 很多事情我還在想著 好像我想開多條新頻 不美女第一時間阻止我 我說想找些人回來做節目 她都阻止我 她說網台基本上不賺錢 你做你自己應該做的事 想辦法走不同的路線 就OK了 你可以說少些政治 但是可以用八八掛掛 做不同的事 走多一點 拍片的事就OK了 如果再找人回來的話 一闊三大 你未必頂得住 我接受她的意見 但是始終都希望 由我們後勤的製作人員改變 直接這樣令到八八掛掛 或者大飛安天娜 可以原備很多 將以前的瑕疵 不是沙石 那些根本上就是 盤顧開天地的那顆大石 希望將它打碎清除 希望大家請大飛喝杯咖啡 真的 拜拜